大家好,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由新天区小城里里长郭仁泽提案的来去小城森友会 获得新北捷运好龄好力参与式预算特优 安坑国小举行植树嘉年华活动 师生与志工在校园内种植了1805棵台湾原生种植物 茶叶评审透过日积月累的训练和经验 在茶比赛当中严格把关评价好茶 崇光社区大学在乌来开办制品创生课程 帮助乌来在地支部工作坊支女们集思广益 开创研发新商品为当地带来新商机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要带大家一起到新竹一家日式吃茶店 新北捷运公司办理的好龄好力参与式预算 已经顺利选出两件特优提案 而其中包括了由新店区小城里里长郭仁哲所提案的 来去小城森友会 将会依照提案计划完成导览牌和动物告示牌的设置 希望让搭轻轨来到K3站的民众可以清楚了解到周遭的特色景点 还有认识社区内的丰富生态 新北捷运公司好龄好力参与式预算 经过了提案初选决选 再到最后的iVoting 选出了两件特优提案作品 其中新店区小城里里长郭仁哲提出的来去小城森友会 就获得了这次参与式预算的经费支持 将会运用这笔预算 制作导览指示牌以及动物告示牌 做一个大的导览告示牌 让大家知道说我在这段下车后 不会漫无目的地到处逛 而是明确地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公园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常常可以看见哪些生态的动物 甚至是说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餐厅 让大家知道说进来之后 它可以有哪些地方可以去 那另外呢还有设计十面的动物的告示牌 会放在社区里面 一方面呢是提醒住户行车开慢一点 有这些野生动物会出没 那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这个生态环境教育的功能 安坑轻轨K3站为台北小城站 也就是可以抵达小城里 里内生态相当丰富 同时也是新北市爱新任阳小站据点 里长郭仁哲指出 未来在导览指示牌上会标示出社区内的特色景点以及店家 同时还有接驳车资讯 另外动物告示牌则可以了解社区内会出没的生物 而这次透过了参与式预算 不仅增强了社区认同感 同时也带动了安坑轻轨的推广 其实在拉票阶段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宣传的活动了 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争取这个其实对社区很好 而且又马上又直接推广了我们安坑轻轨 大家知道说对啊我们安坑轻轨办这个活动很好 那是不是还没做的还没做捷运的赶快来体验一下 里长郭仁哲表示 这次参与式预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60%专家评比40%为网络投票 所以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 卯足了全力拉票 非常感谢李明志工的支持与协助 而来去小城森友会提案 预计会在年底执行完毕 期盼大家下次搭轻轨来到K3站时 可以轻松走入社区认识地方生态 看见小城之美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安坑国小日前举行了植树嘉年华活动 号召师生和志工在校园内 种植了1805棵的台湾原生种植物 除了让小朋友了解原生植物的多样性 更重要的是 借此对生态永续尽一份心力 在管乐团悠扬月音开场中 安坑国小校园植树嘉年华热闹登场 这次活动是与社团法人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 台湾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合作 规划在校园内种植1805棵台湾原生种植物 日立能气董事长局地振兴 也亲自参与这场格外有意义的活动 同时在安坑国小校长陈宇芳邀请下 为活动正式揭牌 我们觉得赋予台湾原生种植物是非常重要的 刚好有机会可以跟台湾原生种植物 一起来做合作 在校园里面可以赋予台湾原生种植物 让孩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台湾原生种植物 然后进而照顾原生种植物产生爱护它 然后知道说每个植物的重要性 将来除了上播我们台湾原生植物的种子以外 我们会把它照顾得更好 像我们照顾安坑国小的孩子们一样 为让所有参与的人可以在种植时更容易上手 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也示范了植物正确的栽种方式 而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 日立冷气董事长局地正信 安坑国小家长会长黄庆红 随后也和学生与志工们 在学校仁爱楼 朝阳楼以及日新楼的教室花台及周围区域 依据环境的不同特性 栽种多种适合的台湾原生种植物 这一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台湾原生种植物协会 以及日新冷气公司的赞助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志工朋友 一起来协助我们原生种植物的富裕 那期待我们安坑国小成为一所永续的校园 能够成为富裕台湾原生种植物的一个美丽的福尔摩沙 安坑国小活动当天也在学校穿堂 举办原生种植物照片展 期盼孩子们能够更加了解台湾原生种植物的多样性 并将环境教育精神升值学生心中 记者是明正门奇心电采访报导 每到了茶叶比赛的期间 为了要严格把关评价好茶 茶叶评审就是最重要的角色了 靠着日积月累的训练和经验 才能够一杯又一杯的喝出茶的好坏 甚至在日常作息和饮食上也是相当的要求 像是有火眼晶晶般的除了看茶汤颜色 还要仔细翻看茶叶外观 而想要知道到底这杯茶好不好 当然还要喝上一口 每到了茶叶比赛期间 茶叶评审就要到各茶区比赛会场进行评鉴 这些都是靠着日积月累下来的训练和经验 才能够评断出一杯茶的好坏 从茶园到加工还有包括包装储藏烘焙 那我们这一些流程都必须要有亲身经历过的经验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喝这一泡茶的当下 我们就要马上知道说 这棵茶树长得好不好 它的茶青有没有很均匀 有没有非常的强壮 一次又一次的喝着每杯比赛茶 茶的发酵度保存情况 就在喝进嘴里的那一刻 茶叶评审就能够以敏锐的味蕾 评断出这个比赛茶的状况 所以为了不影响茶汤滋味的判断 茶叶评审在平日的作息和饮食上 就会有相当严格的自我要求 我们平常评审的话会严格要求自己的生活作息 还有饮食上面的一些比较太咸太辣或太酸的 这些酸甜苦咸的滋味都不能够去接触 不然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这样子 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夫研究员潘伟成表示 以茶来说会有清甜花果香的呈现 一杯好茶在香气的纯净度上越单纯越好 而以滋味来说好茶耐泡这些都是关键 通过了评审专业的评鉴 让消费者可以真正喝到好茶 也佩服这些茶叶评审在评比的轮回中 为消费者严格把关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实定采访报道 重光社区大学在乌来开办了 乌来驱使群的知品创生课程 已经延续了多年的时间 许多学员都是当地知名编制工作坊的负责人 这些知女们期盼 透过了及时广益 可以激荡出更多的创新思维 来开发出崭新的商品 帮助知品工作坊开创新的商机 也让传承知不记忆可以永续传承 乌来驱打卡工作坊与重光社区大学合作开办的乌来驱使群的 创生课程已经延续多年时间 参加课程的学员有相当多都是当地知名的 织布工作坊负责人 已经拥有一身好记忆 仍旧不断精进织布方面的技术 与开发新商品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替传统文化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商品设计这方面可能就是要来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灵感 互相就是可以去激荡然后做出一个商品 周晓云老师说常常在讨论的过程中 有人就想出很好的点子令人惊艳 所以即使广义就能够让想法与技法不断地垂成初心 对于传统编织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一大注意 这个我怎么没有想过就让它做出来 所以会彼此成长我倒是觉得不错 而且都是护女嘛 那有时候也会很多很好玩的想法跟很好玩的做法 也会觉得蛮开心的一天 不过在手工材料与时间多种因素下 碳亚编织商品尽管精致还是存在价格较高的问题 因此如何突破现有的行销方式与管道 也是目前乌来之旅们努力的目标 记者知名者们齐乌来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的单元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到新竹的一家日式吃茶店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见 超好看 购物金送你不手软 申请一居光闲上网 指定方案 免费升级三台Mesh Wi-Fi 6 再想购物金折笔又贵价 每个月只要849元起 让你上网更快 追剧更顺 讯号更完整 再想加码你 加码周 快拨打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圈诺三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新竹市的旧城巷笼里有一间神奇宝贝充电站 老板永荣在2018年骑着餐车以环岛卖贝果起家 一直到2022年他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日式吃茶店 凭借着好手艺和热情 他严选食材为来访的客人送上一份份充满温度又美味的餐点 又因为非常喜欢神奇宝贝 所以在店里谁处都可以看见神奇宝贝的踪迹 来吸引许多神奇宝贝训练家聚集在这里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为您制作的 用心爱台湾 我很喜欢吃早餐 自己吃早餐我想要自己去制作 然后我也觉得做早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早餐出发的英文叫eat with go eat就是让大家想要有吃的东西 然后with就是你跟每一个人事物的连结在一起 go的话就是出发去做你想做的每件事情 人生的生命很短暂 所以你应该要在每一年都好好的让它去发挥生命的价值 日本蛮用心在做神奇宝贝 他们加入了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剧情 不论是教你勇敢 不论教你是不可去用爱 去面对你身旁的每一件人事物 所以我就看神奇宝贝 我喜欢神奇宝贝的人 他们都是善良的 小智的时代结束之后 你就可以让这些神奇宝贝继续在你店里 你只要看到他们就觉得心很平静很开心 然后甚至会有很多同好跟你一样说 我喜欢呆呆兽 我喜欢可达 你可以透过就是跟他们交流 然后让你的空间变得更加有趣 所以会有些客人 他们就开始会把自己的神奇宝贝留下来 就像这支伯加曼一样 路卡利欧是我电影的招财猫 因为我相信路卡利欧他是一个 就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能够 他能够去看到方向 他能够去看到就是他喜欢看到的人 当然也会有喜欢路卡利欧的人 也会因为路卡利欧来到店里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种指引 就是指引着大家去找到人生的方向 最近这个月的一个新品是叫口袋花 然后他其实是我第一代很喜欢的一个角色 我把我的贝果的旁边都做了两片叶子 在左边跟右边 然后用乌龙茶 就是乌龙茶的乌的开头跟口袋花的日文 第一个是日文乌的开头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用同样的拼音去拼凑这支口袋花的贝果 然后造型就只有他会多了两片叶子 在贝果圆圈圈的左边跟右边 就把自己喜欢的角色也变成一个食物 然后吃起来就觉得花快乐 常常有时候帮客人考贝果的时候 那三到五分钟我就会拿纸袋 然后我就会画画 然后今天情人节 我就会画两个贝果 然后爱心什么的 其实常常就会画那些东西 然后客人的反馈有时候是po线洞 就是po我画的图 然后有时候是你画的这些东西 客人说其实我都会贴在家里的墙壁上 然后他们是很舍不得把我画给他们 装贝果这个纸袋丢掉的 有时候因为忙然后没有画 然后我就发现客人其实会检查纸袋 然后就可能帮家人买的 然后有时就看到一个先生说我要一个贝果 然后我就夹给他 然后夹完出去的时候还在检查纸袋 正反面在看 我想说完蛋了 就没有画画就被抓爆了 其实我觉得新竹有蛮多好事好玩的地方 可是你要很认真去找 很认真的去走进巷子 去菜市场 然后去这些小店去发现 新竹不输给台北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想要办一些活动 让更多更多人可以走进新竹这座城市 这就是早点出发这间店背后在做 但是我们会只实际上的去行动它 然后让大家会觉得新竹不再是沙漠了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超好康购物金送你不手软 申办EG光纤上网指定方案 免费升级三台Match Wi-Fi 6 在想购物金折抵优惠价 每月只要849元起 在想加码里加码抽 快拨打2917 3939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极致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到损失补偿线 每年最高36万 速洽2917 3939 112至113年度 青年租金补贴受理申请期间为 112年10月2日至113年12月31日 公告办理名额共计有1270名 公费流感疫苗分两阶段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2日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日起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对象 前往卫生所或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廊 从10月2日起至12月29日 展出林建端老师个人绘画作品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 左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新店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